昨天是载有8名的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来到台湾访问 而且和总统蔡英文会面 对此大陆外交部就表示说 美国有国会议员串访台湾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美国国会有关议员串访中国台湾地区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违反美方做出的 仅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敦促美方有关政客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立即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利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14号就要审议台湾政策法的草案 台湾的国安顾问苏利文受访时就表示 他将和国会议员来讨论这个法案 因为他认为说这当中有部分的条文令人担忧 那么在拜登政府里头苏利文是第一位 对这个台湾政策法公开表达忧虑的高层官员 其实美国行政部门向来很少对国会审议中的法案表示意见 已是尊重的 不过苏利文表示他将和国会还有议员们讨论这个草案 尽管这一部涉及美国强化对台安全协助的法案 相当有效而且实在 但是他还是强调有些内容也让大家有点担心 那么讲到这个14号要审查的台湾政策法 苏利文是说部分的条文让人担心 不过国内学者认为说 法案当中推动我方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是最令美国行政部门担忧的一点 大陆有专家受访时就直言 这个法案呢可以视为全新的升级版的台湾关系法 如果通过的话将会引发中美全面对抗的摊牌状态 甚至呢中美可能会断交陷入新冷战 那么讲到14号审查这个台湾关系法案 其实这个法案呢已经是两度延后审查了 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就分析说 过去严审呢可能就是因为拜登政府担心 会碰触到敏感的话题 数十年来美中双方呢对台湾的策略 都是采取模糊战略 但如果美中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 受到冲击的都会是台湾 我觉得目前来说 因为美国认为他们的对台的战略 或是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模糊 是有效地抑制了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跟大陆摊牌 那没有跟大陆摊牌的话 如果说假设我们这样看 美国跟大陆摊牌了 我就是清晰战略了 那我就是承认台湾 那中国大陆一定要有反应嘛 中国大陆的反应一定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跟美国那就断交 那第二个那就是 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了 所以战略清晰 所有的这个战略家 或是政策一定者都知道 那是一个红线你不能碰 那战略清晰是怎么样来 那就是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所以你的招牌要换名称要换 那对大陆来讲的话 那你已经碰到最敏感的 实质上的问题了 也就是不管你要玩 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 那这个时候我大陆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跟你再谈的了 也不用顾虑什么了 也不用顾虑了 那这个时候中美该处理 该处理一定要处理 所以这个他们对于这个部分 比方说台北金文化代表处 改为台湾代表处 还有赋予台湾主要的 非北约盟友的地位 这些都是让他担心的嘛 对这个就是苏令文 有特别提到这几个部分 就是说你这几个条文我做不到嘛 你这个非北约盟友 那等于是还是军事盟友 只是我们没有签订 国与国之间的军事盟友的关系 但事实上你这个法律 等于是片面的把台湾 纳入他的军事盟友 那等于是军事协防条约 或是说相互保证 这个军事资源条约 那这样的一个地位出来的时候 苏令文是说我做不到啊 那我做不到 我要不就叫拜登不要签 那如果说拜登签了呢 那签了不做 但是大陆会怎么解读 那你如果不签 那你美国的总统跟国会之间 那不是就干起来了 那要不就拜登就采用戴宗火节 就放在口袋里面放着不签 然后等你会期过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拜登来讲 他们知道他们这个是玩得过火了 所以他知道他也劝不动共和党的人 他只能劝民主党的 可是民主党的议员 如果不甩他的话 那大陆会解读就是你们在唱双簧 那我如果没有反应的话 那我不是你们给你们玩的 那这样的情形对大陆来讲 台湾的问题一定是很快的又排到 这个例如说假如是我们办公桌 要签很多公文 那本来已经没有在办公桌上 现在已经办上来了 现在办公桌里面已经从底下 开始往上排了 那哪一天排到第一张呢 排到第一个公文要马上签了 那不是就是直接解决了 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台湾人怎么办 被美国人玩掉 玩到两边开火了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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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谢观看